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运势也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因素 要怎么处理好这些关系 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美好呢 笔者用势力解读 生肖牛 昆躁 生于农利仪丑眠 物五月 人子时 目前在几次大运中 物土生丑月得眠 月丑土 以及日之物火生浮 火土偏望深墙 月干透以木克丑土为用 十柱甘植水一气冲刻无火为喜 八字用神洗金 水 积火 土 2019年 西式贫传的生肖 未来顺心如以此造年 月两柱待偏 正财 年 月柱正财升官又刻笔节为喜用 日 十两柱子无相冲 正财充印星 欲是今生财运较好 经济收入较为稳定 具有发财发护之命 燃其八字财星下作结财 财被结 要注意平时有意外开支 破财信息较为明显 由财来财去之相 目前的几次大运 及土的似火充客财星人 鬼水 财运不尽人意 欲是此步大运事业发展难以顺畅 困惑较多 助力较大 经济收入上也是一般 且支出较大 具有若不付出之相 今无需流年干支土一气旺透 燃污土和客财星人鬼水 说明今年运势跌宕不稳 会有很多突如其来的变化和意外事情发生 有时候甚至会导致焦头烂额 可以说 今年非常苦恼 同时要注意财务管理 减少不必要支出 并且防止意外财务破损 来年有望脱单 迎来大喜的生肖 明年几害流年 害 子 丑三会水局 而水为财星 欲是明年时来运转 利于求财 你可以借助该年好的运势 充分发挥自己特长 以期获得更好的效益 接下来的庚子流年 时商生正财 该年事业发展也是不错的 工作顺畅 经济收入稳定 生活层次不错 你需要注意 二十一心丑流年 子丑相合 劫财丑土和半财星子水 本年发展多变化 阻力明显 繁心事较多 在职场中难以如意 尤其是该年时伤透 欲是此年经济有流失之下 重点要防止财务破号 在涉及文书合约之事 时务必要谨慎孝心 否则必吃大亏 二十二元银 二十三鬼卯两流年 人水透出帮扶财星为喜 卯木正观帮扶也莫可愁土为用 这两年事业发展多喜事 深得贵人帮扶 生殖家薪指日可待 经济收入在这两年会跃升新的高度 值得一提 在二十五亿四年到二十七丁位年间 财运不济 事业上发展空间受限 工作压力突出 职场竞争激烈 要防止这几流年财务出现过度损耗 迈过这几年后 运势上将会有所改良 你在进入新卫大运后 大运与八字一卫充两筹 五卫相合 子卫相行 要注意此步 大运十六年 特别是三十八五五 三十九年几位两流年 大运为土充行客财星 知识财气浸施 建议防止被异性朋友 以及异性同事骗走钱财 建议在客厅或者办公支的种植绿色植物 也可以在客厅西北方类 摆放鱼缸养鱼 你与事业运势提升 作者微信 mafada666